随着锐龙7000系列主板的正式公布,相信不爪的玩家已经对真正的锐龙7000处理器望眼欲穿了,毕竟两年不更新,更新吃两年的姿态也只有AMD才能做到,而从官方的预告来看,锐龙7000处理器将会升级制程工艺,并换用新的主板插槽,同时其的具体规格,实际性能和发布时间也于近日得到了完整泄露,至于详细的情况又将如何,下面就赶紧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! 北京时间8月5日,AMD正式为玩家揭晓了新一代锐龙7000系列主板,其不仅带来了万兆网卡,USB4等全新技术,而注入供电能力和可超频属性等,也是比以往来的更加猛烈,但由于细节方面和设计产品过多,所以在这里就不具体展示了,但之后会在买不起看得起的系列视频中为大家详细介绍,然而比起主板而言,玩家们其实更为关注锐龙7000处理器,毕竟已经预告了好几个月, 再不公布真是要等到花都谢了,而目前根据AMD官方确认,锐龙7000处理器将会基于全新的Zen4构架打造,其中CPU核心将会采用台积电5nm工艺,而IoD部分则是采用台积电6nm工艺,并将首次继承2DNA2架构核显,以及拥有防备的L2缓存, 而诸如DDR5内存,PCIe 5.0协议也将首次获得支持,除此之外,最为重要的,电视锐龙7000处理器将会正式换用AM5插槽,同时并不会向下兼容,而这也是AMD前公布X670,X670E主板的原因,为的当然是让大家做好准备,至于具体的规格方面,根据知名媒体WCCFTEC的泄露, 锐龙7000处理器首发将包含4款型号,分别为297950X,297900X,277700X和257600X,其中297950X为16核心32线程,基础频率4.5GHz,加速频率5.7GHz,L2缓存16MB,L3缓存64MB,TDP功耗170W,而7900X作为12核心24线程,基础频率4.7GHz, 加速频率5.6GHz,L2缓存12MB,L3缓存64MB,TDP功耗同样为170W,至于277700X则为8核心16线程,基础频率4.5GHz,加速频率5.4GHz,L2缓存8MB,L3缓存32MB,TDP功耗105W,257600X为6核心12线程,基础频率4.7GHz,加速频率5.3GHz,L2缓存6MB,L3缓存6MB,L3缓存6MB,TDP功耗105W,257600X为6核心12线程,基础频率4.7GHz,加速频率5.3GHz,L2缓存6MB,L3缓存6MB, L3缓存32MB,TDP功耗105W,目前这份泄露新系的真实性大致在90%以上,所以就等着苏妈亲口宣布了,而实际的性能方面,目前AMD官方也已确认,锐龙系线处理器的IPC性能将提升8%到10%,而单核性能则增长15%以上,至于每瓦性能增益和整体性能改善,对比Zen3将分别提升25%和35%,这也就意味着打英英特尔的12代酷, 不锐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了,与此同时,目前也有泄露的测试表明,仅为6核心的257600X,在Benchmark的基础测试中,就已经打败了拥有16核心的295950X,并且还获得了10%的性能领先,所以也算是实锤了,锐龙系线处理器的性能增长,但这种下代25就能打赢上代29的操作,在我看来可信度不到50%,所以大家仅供参考,最后则是发布时间,目前AMD已经确认,基于锐龙系线处理器, 系列的X670,X670E主板将于9月15日正式上市,所以在此之前,锐龙系线处理器大概率就会登场,而目前,根据知名媒体WCCF Tech的独家消息显示,锐龙系线处理器将于8月29日官宣,9月13日评测解禁,最终于9月15日正式上市,而售价方面,这里也汇总了一些外媒的预测,给大家做个参考, 当然,各位也可以把你愿意的售价发在弹幕上,或者留言在评论区,那就让我们一起静候着,锐龙系线处理器的正式到来吧,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应景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,记得关注超级客,我是极客鸡,我们下期再见。